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没有看到背后他做了什么 机会在哪里 机会就在抱怨之中 只要有人抱怨 这些方法去解决就可以 其实说阿里巴巴最早最早就是来自于听见很多人说 中国出口太难 所有出口的人都必须到广交会去 如果我们在想都要去广交会 连我们都申请不到去广交会的牌照和资质 为什么不可以在网上做一个平台 让大家直接在网上办 就这么个idea就出来了 有很多父母跟我讲过 他说马云啊 我这个孩子三天两头换梦想 今天想这个 明天想那个 我说这很正常 总比没有梦想好 我想过当解放军 我想过当警察 我甚至想过到Kentucky Fried Chicken去招聘工作 24个人去 24个人去 23个人去 就我没录去 当警察 五个人去 四个人录去 我没录去 所以梦想有也挺好 但是理想是什么 理想是一批人 共同坚定一件事情 并且有计划 有实践 有行动 一点点把它变成现实 每次碰上大困难 大麻烦的时候 我去睡一觉 明天早上再想一想 坚持有的时候 就这么简单 因为有的时候 冲动的时候 边上有人啊一讲 然后你的脑子容易冲动 这时候离开一些 大家都说要放弃的时候 其实花两分钟想一想 大家都说要坚持的时候 再放两分钟想一想 人的脑袋 是用来给自己思考的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第三个point 机会其实是很公平的 只是你有没有看到 最近在中国大陆 有一句话 很流行 就是风来的时候 猪都会飞 这个猪啊 pig 你如果躲到 这个很好的风口 啊 风一来 猪都会飞起来 所以很多人 就天天在找风 啊 哪个机会 啊 破到这个机会 哪个机会 其实风来了 猪都会飞 但风过去以后 摔死的还是猪 这些猪 没有改变自己 不是创造自己猪该走的这条路 而你觉得别人成功 你想靠一个机会是不能行的 还有一批人是真正的猪 机会走过他都没看见 再有一些人 是机会到了手上 变成了灾难 今天我个人觉得 香港很多 今天下午也朋友问我 你看看我们香港有还 这个年轻人还要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才可以创业 说心里话 我来香港机会比较多 我跟香港的很多年轻人交流 我们前段时间有很多香港年轻人到阿里巴巴去实习 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 我是没底气的 我觉得他们知识面太好了 其实他们很knowledgeable 他们所处香港所处的地理位置 香港的历史 香港对这个整个全球化所处在这个位置上面 金融和法治 以及所有大学里面的完善教育 我认为中国大陆 我有很多人有一些人 Од重联想用 서도非常好 我们好 在这些人 这些人 我们好 我们好